乘搭入這間屋 你會發現貓貓無處不在呀 這間屋實用面積大約380多平方尺 戶主兩個人居住 但同時有10隻貓和牠們一起住 所以全家屋在設計方面 需要有大量活動空間給貓貓去玩 戶主比較喜歡日本的設計 所以這間屋大量使用了 一些偏為暖色的木的顏色做設計 走入客廳 一定會見到梳化牆上面 這個給貓貓活動的層板組合 至於大門旁邊的多功能儲物櫃 左邊當然是貓貓的活動空間 中間是接合式餐桌 移開餐桌 裡面也有儲物空間 右邊就是鞋櫃 再向上望 左邊除了繼續有儲物櫃之外 右邊是傳放主人珍藏Figure的玻璃櫃 電視櫃底也預留空間 被貓貓在這裡睡覺 至於客廳旁邊 就變成開放式的工作間 預留日後可以鑑造小朋友的睡房 日式調節式的屏風下面 原來都有儲物櫃 牠們養了很多貓 需要很多空間給貓做活動 所以主要的收納空間 都在房間裡 所以牠們做了地台床 以及一些全高的衣櫃 去收起來所有的衣服 以及大量的雜物 由於原則有入門堅持的問題 設計師將廁所門改小 座廁移到中間 以騰出更多空間做棋缸 最特別的是棋缸位 做了一個可以讓屋主坐在這裡洗澡的位置 廚房是開放式設計 下面的廚櫃用了木紋的防火板 就算被貓貓掘花了也沒有那麼顯眼 而工作桌面就用了石英石 優點同樣是不易刮花 但是這個廚房另一個重要的功能 就是十仔貓貓開餐的飯堂 在今晚的家庭 不一定覺得 但是我會想要不認識 你會想要不認識 會想要不認識 我們想要不認識 沒想要不認識